讲过那个纠十玛表 如果你要改的话 其实也可以照同样的逻辑 不过因为它有两个回圈 所以你可以 先改其中一个试试看 如果第一个 ok 的话 那第二个再来改没关系 就是它两个你可以一个 for 一个坏 没关系 一个坏一个 for 也 ok 所以有时候看个人习惯 反正你看得顺眼 然后写得又很直觉的话 那用那个方法就会 第一个的话我们把这个改掉 所以 e 先把这个地方 先加一个 i 的初始词 所以 i 等于 e 第二个的话把这边改成 why 所以 why 的话逻辑 那逻辑当它小于十的情况下 要进入鬼圈 所以这边的话改成叫 why 那蛮方便 你打一个 w 就出来了 话有什么呢 i 它小于十的时候 小于十的时候它要进入到鬼圈 那如果当它等于十或大于十的话 那就跳离了 ok 那最后的话呢 记得这个自动累加多少 所以这边的话自动累加要自己写 i 加等于 1 这样都 ok 了 写完之后其实也没改多少地方 主要我是觉得比较麻烦就是 你初始词跟附近词 还有逻辑判断 写在这边其他都 ok 没有改 然后执行的话会不会成功呢 一模一样 其他的话再把什么 再来针对 记得写的位置尽量就是说 初始都写在上面 附近都写在输出最后一行 这样就比较跑显一点 那这边的话就是把这个 追等于 追等于 1 然后逻辑的话呢 其实干脆拿这一行来改 逻辑判断 这边把它改成追 追小于 10 的情况下 记得如果不要让他 那个无穷回圈的话 就是在输出的底下这一行 再加上追加等于 1 这样子 ok 其他的话应该就不用变了 把它执行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输出一模一样的东西 没怎么变嘛 但是如果跟缝回圈比起来 等于会多两行 因为初始跟累加 ok 相对起来 而且你这个累加的地方 你不能乱放 而且你也不能说 阶神放错了 阶神放错的话会怎么样呢 就无穷回圈了 ok 特别是说 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差一个步骤 执行结果会怎么样 他就一直跑 跑一个座 他就不停跑 有没有直到荡期为止 ok 所以特别之后 如果你要停的话 停他 Terminal 如果你按太慢的话 有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就荡掉了 ok 所以他因为他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还好现在来得及 ok 不过他这边就停下来 跟你讲说哪一行出错了 记得这个 你那个阶层 所以看起来没什么 但有时候阶层摆错位置 结果就是不一样 ok 所以记得 Tag 一下 其他的话 像星号 或前面有练习过的 请各位 再针对相关的题目先练习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拍资 好好 谢谢大家